这个小平演的真的是 跟我们笑的都太歪的 我们四个人总结 这个作品就一个字 什么 炸 笑炸了 没错 而且我觉得 就根据你们的表现来说 我觉得在咱们平安辽宁 当骗子太难了 是不是 也就碰见我超哥这样的好大爷 能陪你俩玩会儿 要碰见我好大哥 那不得跟你俩上课 我们的老朋友 来 我们欢迎大葱 许建葱 大葱 咱们只是第二次了吧 来 咱们两次去晚做客 大葱 感觉有什么不一样吗 妈 那不回家了吗 讲话了 那不得散开了 我的小雕 我都脱了 脚的不得给我整出来 要不然 脚的 小蒜泥 是这样 小醋 小辣椒油 是这样 大葱 那个什么 看点 吃饺的时间还没到呢 还没到点 不光是葱哥 这个第二次来到我们聊事春晚 包括张浩和现场 也都是我们聊事春晚的常客 我们都知道 这个张浩是全国普法的先进人 在他的普法短视频里面 把各种类型的罪犯演了个遍 咱知道是演员 不知道以为真是罪犯 不知道 反正目前 就是中国这个形化 我就差那个皮儿没犯了 就是该犯的我已经都犯了 但是我们大家都非常喜欢 喜欢你什么呢 喜欢你拿起石头砸自己脚 做简自负那种 做简自负那种的状态 我现在在全国人的心目当中 我属于是高智商犯罪 为啥呢 就是我一来到聊事春晚吧 来两年了 完了两次都是被抓走的 行 好 明年给你个机会 让你自首走去吧 这个曲员我自个走回去吧 我觉得可能浩哥 对这个高智商犯罪 有点自己的误解 但是我看见现超 是有点恍惚了 可能小超老了以后 就长得这么模样 差不多这样 来吧 爷爷抱抱